好 今年選戰讓大家發現 政治人物還有所有的 不管是碩士生博士生 論文一定要自己寫 那因為今年我們這個小智 因為這個論文門事件 他開始這個 王宏威是說他的政治生涯 基本上已經結束了 但是基本上看來 他應該是不死心 要捍衛自己的清白之外 最近在這個選舉期間 他還是有持續的在 趁熱度嗎 刷存在感嗎 好 最近他的一個發言是說 是 我就是中華大學夜間部畢業 年輕部懂事 放棄黃金學習階段 懂事之後繼續努力 這樣有不對嗎 好 問題來了 他今天的問題是論文抄襲 但他突然間好像出來要講說 我曾經也是一個很努力求學 我曾經有走錯路 我沒有照著 都沒有好好的學習 我現在懂事之後 我有認真學習 網友就說 少轉移焦點 有人逼你抄襲嗎 不打算要回學位了嗎 要承認抄襲了嗎 抄論文騙學歷叫努力 那你幹嘛洗學歷 針對這一點 你知道選舉的時候 很多人就會出來講一些有的沒的 他應該是想打高鴻安 當然是打高鴻安 因為高鴻安那時候在占協力的時候 把自己的協力數了一頓 然後說我才不像中華大學 那當然那時候炸國 後來高鴻安就跑去道歉 那我們其實知道這個事情已經過了三個禮拜了 對 怎麼突然間又拿出來講 他為什麼拿出來講 其實他非常清楚 因為他本來想說他去選桃園市長的話勝算不小 比張善政大喔 那因為那時候的 等於說過去在新竹的一些經驗 還有他比較年輕 這些東西吸引年輕選票是有用的 可是沒想到他那時候還想說 如果這樣的話 既然民進黨要徵召我來選 叫我放棄新竹市長沒有當完 也會被人家罵落跑 所以他那時候提出一個條件 就是新竹市由我的愛將來選 本來這裡有一個民進黨很老的 一個政治人家叫鄭鴻輝 他已經部署非常久了 蔡英文親自去欠他 你不要嫌 就給沈慧紅 所以這個人是他保健的 那今天顯然沈慧紅受影響很大 對 因為沈慧紅一直替他的協力背書 那沈慧紅本來想說 總算這個協力也過去了 他也被開除了 結果沈慧紅又跑去上周一寇節目 最後就緊抓了他 支持蔡寇姐就是支持沈慧紅 哇 是 我看那個沈慧紅 因為我認識他也三十幾年 就拿一支筆一支按來按去 手足無臭 很緊張這樣這樣這樣 對手足無臭 被 被綁在蔡寇姐綁在一起了 綁在他的懷裡你就會不會有票 那當然那時候就很害怕 那這時候臨時間就覺得說 他對沈慧紅是有責任的 沈慧紅本來 他沒有政黨 他政黨也不明顯 他是抖籃的人 那時候臨時間對他有自憶之恩 就是說把他找來當交通局長之外 又找他當副市長 所以他覺得說臨時間既然這樣講他 要他出來選他就出來了 那沒想到臨時間自己疊了這一交 影響到沈慧紅 那他覺得說沈慧紅本來沒有要從政 被我這樣的話 所以我應該去幫他一下 可是臨時間不曉得自己的那個 出變是一個負變的 所以他現在開始走的就是比較悲情的 我就是中華大學一千步 受害者牌這樣子 弱勢牌 知道人人討厭民進黨他們受千年了 人人不喜歡做一顆他們受千年了 所以你看陳時中昨天講什麼 我就是愛唱歌 我開始戒菸了 過去他是唱歌跟戒菸是被嘲笑的 對不對 他一邊唱歌還一邊 比出紅酒 那個就好像大家覺得說在防疫 你在做這些事情 那他們就把自己的糗事拿出來 做自我解嘲 然後說這個是對手攻擊我的 這個就其實有效果 很多人會覺得說對啊 人家中華大學 業監部人家過去沒有好好讀書啊 可是他願意去讀啊 你知道有多少業監部的學生會覺得說 對啊 我們讀業監部 我們辦公辦讀有而不好 是啊 業監部沒有錯啊 所以這個講出來 他是有票見說高官不會太過問了 會往這邊去想 所以我覺得現在零之間有點回神了 可是他估計有錯誤 第一個 他的出來沒有加分啊 不是 他又去教育部申請 訴願 要求說台大對他 那個協力是不對的 希望教育部替他做主 把台大的 台大不是把協力撤掉嗎 對 台大這個處分是無效的 我來做訴願 那這個就會有一個攻防 就會有新聞啊 有新聞的話 大家又會想起你那不堪 還有你那個跑去梅蘭河 油河的師傅嘛 這些都是負面的 這選舉都是負面的 你那師傅現在不敢出來啊 對不對 這師傅是很厲害的 林之間拿了中華大學的受試以後 後來他當了市長 因為他那時候只是立委的助理嘛 後來當了市長覺得說 我要有個台大才襯頭 所以他就去找那個陳明通嘛 那陳明通知道說 你這小子 你哪有那個本事 我台大哪是那麼容易哪的 所以他就替他想一個辦法 這個辦法 剛好有一個調查機的學生 練了台大國發手 後來他碰到困難了 他就去找不是他指導教授的首長 陳明通 就說首長我碰到這個 陳明通想太好了 考上調查級的這個人 是國立大學程度不錯 要考上調查級 這個調查級也很難考 所以就跟他講說 我給你一條名路 你就去做 林之間2014年怎麼選上新竹市長 是一個奇蹟啊 這是一個很好的論文題目 所以這個人就花很多心血 他叫余振華 然後寫了以後 為什麼要給他這條名路呢 因為我希望你先寫 好讓林之間來抄啊 哇 嘴好深喔 這是一個部署啊 你知道嗎 後來他們要栽贓余振華 我講了林之間的第二個困難 就在這裡 因為余振華這兩天去告他了 而且告字數 那這個字數 他會很難看 為什麼 因為字數就是民事了 就不經過刑事了 那到時候會有求償 這個官司一打的話 每天會有消息出來 對 對你 對於林之間一定不利 因為林之間一直指控余振華 抄他了嘛 那你今天我告你這個案子 你除了抄我之外 你要返返民意 所以林之間必輸啦 那一個官司在這裡 一個教育部的術院會在那裡 你等於說讓你那個不堪的抄襲事件 綿綿不絕 到選舉後還有 那你就一直讓大家去炒作 大家又記起了這些難看的往事 年輕人會怎麼想 所以他的操作是錯誤的 哇 一步錯步步錯 所以呢他原本是想要捍衛自己的清白 結果沒想到我覺得他好像沒有捍衛到什麼 反而是好像曾經做過這些事情 變成一一要出來 沒錯 就是剛才董哥講的 對 面對 就是林之間他自己不知道 他已經是一個票房毒藥了 他今天不是一個單純的 中華大學夜監部的學生 他是一個抄了兩次碩士論文的人 他是一個犯了錯不願意認錯的人 所以林之間跟周玉寇 其實現在都是民進黨這場選戰裡頭 最大的負面指標 就是這兩個人如果不斷的出來去服選 民進黨的選情只會越來越糟 我舉一個例子就好了 當時英系為什麼要搶台北 為什麼要搶新竹 因為台北跟新竹都是藍白分裂 所以對民進黨來說 他們用那種傳統的選票計算模式 他們認為只要藍白分裂 所有反民進黨的勢力分裂 那麼民進黨就可以順利的把它拿下來 就撿個便宜 獄棒相爭魚翁就得利 可是大家不要忘了 民進黨的這種算法 是要算在支持民進黨 跟反民進黨的這個支持比例 差不多 就是說至少民進黨要有四成的這個支持率 你的對手分裂各自拿了三成 你才有可能勝選 但是大家仔細看一下 當時英系打破頭都要搶的台北跟新竹 現在顯然看起來都不見得守得住 對 為什麼守不住 因為藍加白遠遠超過綠 什麼叫藍加白遠遠超過綠 你說藍營的基本盤變大了嗎 不是的 基本盤就大家都是一樣的 大概就兩成左右 兩成五左右 那麼多出來的這麼大一塊是什麼 是中間選民是年輕世代 是原本在20年 他之前站在你小英旗之下的 現在他們選擇離開你了嗎 所以民進黨完全沒有搞清楚這一點 這也是英系在這場選戰當中 面臨到的最大的挑戰 他本來以為有便宜可以撿的 但最後因為這些莫名其妙的先天 跟後天的因素 他不但沒有便宜可以撿 他現在想要突圍都很難 對 那加之在我們攝影棚當中 現在全天候使用的就是 旺旺水神的抗菌液 當然我們裝在這個霧化器裡頭 就可以做噴霧清消 非常的安全 不會傷身體 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問題 兒童孕婦也都可以使用 哪裡購買呢 只要到我們這個快點購網站上頭 就可以買得到